OK咱们继续来看比赛 观众方的话是这个小蜜蜂的一个丽女儿 这个女儿的话有段时间没见了 之前也是看过她的一个比赛 丽女儿的话有近4000的一个输出 本身的话就可以自身有漫天这个技能 可以别一的伤害 可以怼到4000伤 然后还可以进行一波小飞机 观众方人物可以看到周围飘着这种花瓣 这也就是飞机的一个前置条件 观众方在一起野兽 妥妥的4000伤害有了 对战方的一个后排大猩猩有点嚣张是吧 对战方拉了一手DTO 观众方再次漫天叠伤害 你看单 这个漫天待秒6000 一般人帅你谁扛得住 对战方的一个大猩猩打过来 我还把观众方的一个宝宝打绿了 没啥抗心了 最好吧 观众方继续出 感觉双方的话确实是不在一个力量层次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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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俩帮触发了一手青石 咱们来看一下女儿孙的一个青石技能 一手极限 飞机是轻轻松松一挂 对着方赶紧出 出了一手盾法 这一手盾法的话没啥威力 直接抬走对面 暴力 OK咱们继续来看小蜜蜂的一个单胶赛 这把的话小蜜蜂 是碰到了一个杰尼龟的一个武装罐 这个武装罐的话有点实力的 观战方一定得小心了 这两方开局的话也是直接一手套套是吧 把观战方给套进去 这样的话是极大的限制了观战方的一手输出 再两方再拿顺法 再拿罚宠秒 秒的话这伤害确实有点刮杀 对那方继续日月乾坤套宝宝 其实在这个模式下是可以封宝宝的 因为宝宝比较多是吧 所以的话封起来也无所谓 感觉观战方的一个宝宝硬件更强一些是吧 这两方这是山河设计图 观战方直接成了一个炎魔神 一手这个五龙丹解开 一手漫天 单秒3200直接神掉 这个虚弥说实话 如果下回合还能再秒出去的话 就会特别疏忽 全场能够清虚弥的一个宝宝并不是特别多 就是前排的这个豹子 锥子先扫住一只 看看这只豹子 观战方再拿虚弥 这只虚弥非常暴力 这只虚弥又秒了出去 还有两只虚弥的一个伤害 简直不要太低 对战方的这个混沌球的话 没啥用是吧 观战方看似有着一个天大的一个优势 其实怎么说呢 并不会就是说特别强 因为这两只宝宝的话 说实话 想清醒来的话非常快 观战方一手破血 拿掉对面的一个混沌兽 单秒5000多 两只虚弥轮流通 一回合打出今万的一个输出 对面的一个人物 好的 对战方的一个人物是有疑速 但是没啥用呀 神经 你想留一个宝宝 听虚弥 但是你的一个速度肯定没有锥子快 这样的话 观战方又拉出一只宫宠 三只宫宠 骑 激活你 你这你怎么受 你看锥子是把全挫热 希望还被推面 给这个控制住了 听虚弥转的 帘方的一只好 我刚才会 Caesar